哈囉大家好我是Ryu 我是Yuma 最近的影片 片頭都會說 Yuma夏天了天氣好熱 日本越來越熱的我們已經就是用身體去感覺到它的熱了 真的有點受不了 雖然跟馬來西亞比起來是差不多一樣熱的 只是說就是因為日本嘛就是有四季 之前都很冷 我們就一直冷冷冷冷冷 突然間就變熱 然後呢 其實身體有點不適應這樣 那Yuma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們家應付炎熱夏天的 消暑對策 他們日本人真的很厲害 你到外面的超市啊什麼 你都可以看到很多日本人他們賣的消暑的道具啊之類的 然後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我跟Yuma愛用的五種 消暑對策 第一個是 出門時必帶 流汗時可以瞬間冷卻 除臭的清涼判物 冷卻紙巾 將將 就是 他們 這是我跟Yuma 夏天出門的時候一定會塞在自己的包包裡面的小道具 這個真的很好用 我們大學生的時候都有運動嘛 運動完不是會出汗嗎 就稍微跑啊或者幹嘛 過後會出汗嗎 然後呢我們就會先在包包裡面拿出這個冷卻紙巾 這個超級冰的 超級冰 就是很 Gatsby Gatsby 你就可以用它來擦你的身體 有沒有就出汗的身體 嗯 然後呢瞬間呢你的這個汗臭味呢就會沒有了 對 這是我們新買的 對 就是這樣這樣 超級冰的 超冰的超冰 呃 就是 用的時候就會被它 動到 很冷耶 真的很冷 有點辣 有點辣的感覺 冷冷 對 然後就擦你的這個 男人最臭的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腋下 有沒有 就這樣擦它 就會覺得 好像 全身都很冷 這個呢 我是覺得它的香味維持得很久 而且呢它這裡有寫喔 就是 可以防止你的腋下 臭啊 然後致汗 有致汗的功能 之前用的話呢 你流汗也不會臭耶 我覺得它是 以前Ryu每天坐電車的時候嘛 就是覺得 欸 自己好像 流汗的時候腋下會臭 然後呢我就噴它 我就記得 我噴它 就是早上去學校之前 我就噴它 然後呢 結果那天回來呢 就我自己腋下 欸 不會臭耶 今天一天 還蠻有效果的這個 想問一下大家 夏天會用這種東西嗎 馬來西亞的朋友 應該不會用這一類吧 因為馬來西亞每天都是夏天 我想大家都已經習慣了 也沒有說什麼消暑對策的 嘛最多就是 多洗澡 哈哈 第二 帶冰水出門 去冰箱拿一下 來了 第二個呢就是這個 ㄟ 不曉得大家知道嗎 就是日本的超商呢 這其實是一般的飲料 這個是白開水 不過呢它是有一點 有一點點這個 優格的味道的 那 日本呢其實像這種 就是一般我們喝的茶嘛 一般我們喝的這種 瓶子裝的茶呢 日本在夏天的時候呢 他們會賣冷凍版的 這個就是我剛剛在超市買回來的 冷凍版的水 對 現在不能喝 因為太冰不能喝 可是呢 你出門呢 因為很熱嘛 它就會慢慢的融化 然後你就可以 就是喝它的冰水 真的超冰的 嗯 然後呢 當它有一點點的融化之後呢 你就這樣去晃它 搖它 對就捏它 捏它 它就會變成 就是那種刷冰的感覺 嗯 是了就整個的很涼快 很舒服很爽 嗯 對 之前在運動的時候 大家都會 帶這個 冰水嗎 冰水 我也是來日本之後才知道 有這種東西 我們都會放在冰箱 就是一般的這種飲料 我們都會放在冰箱 然後拿出來喝嘛 不過呢 你想也對啦 因為 冰水的話 你在出門可能不到 一個小時 它就變成溫水了 因為天氣很熱嘛 那這個冰水的話呢 冰的話呢 你帶出門了 它會慢慢融化 就是它的這個 欸 維持這個冷度呢 可以維持得比較久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就是蠻好的一個 蠻厲害的一個idea 第三 涼感披荊 好 現在呢 你們看到的就是這個 我們兩個 喜歡的 涼感披荊 那Yuma這個呢 是屬於 像是類似 那種小毛巾的感覺 那Ryu的這個呢 就是那種布質呢 比較滑的 Scarp 對 這個呢 就是它的 它摸起來呢 現在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弄濕喔 這個可以弄濕 但是呢 還沒有弄濕之前呢 就摸起來是冷冷的 對啊 很神奇 很神奇 通常這個系列呢 圖案都有這個北極熊 這個呢 厲害的地方呢就是 你只要弄濕它 它真的很冷 冬天為什麼我們用圍巾 就是因為我們要保護我們的頸 就是你要讓你的身體 呃 溫暖 你必須要從頸開始嘛 從頸跟腳底 所以這個襪子跟你的這個頸 包好的話呢 冬天就不會 冷 那 夏天也是一樣 只要呢 你的這個頸 覺得冷呢 你的身體 就會自然的 就體感溫度會降低 真的很棒 這個 來我們去弄 我去弄濕一下 其實可以這樣耶 就剛剛這個我們介紹的這個帶冰水出門 它還是冰的嘛 就可以放在這裡就弄一下 其實我建議就是不要整塊不能拿去 就是這樣 這樣沾水這樣弄濕 因為你要 因為如果你們弄不乾的話呢 你過來的脖子它會一直滴水 那我建議呢就是稍微的 拿一點點水在手上 就是這樣潑它 潑它 潑它 然後稍微弄一下就可以 用了 有一點水分之後呢 就真的超涼油嘛 你摸摸看 超涼的吧 這個超涼的吧 好冷喔 夏天就是你的 對就是這樣 然後景呢就是真的超冷的 就整個觸感 對 非常棒 第四 必用電分散 節省冷氣的電費 欸對 就是 我們的房間呢 就是我們整個家呢 只有一台冷氣 就是這個 呃 我們的房主給我們的 那大家知道 我們的家呢 有其他的兩個房間嘛 這是課題 欸 一個就是這個工作室 因為嘛 不要拍個地板了 因為地板很臟 地板有很多箱子 你看這裡呢 它有這個冷氣的插頭 跟這個 有這個洞 只是說呢 欸 你要自己去買冷氣 嗯 對 它不給你 然後呢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房間 這裡 房間地板上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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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間不要拍地板 然後這裡也是 就是可以給你裝冷氣 只是說你要自己去買 對 然後呢 所以呢 所以呢 嘿嘿嘿 就是 這是Yuma的媽媽教我的 Yuma的媽媽教我的 就是她說其實不用開太多冷氣 就是這個客廳開冷氣 然後呢 就是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風扇 去把這個冷氣的風送到 直接送到我們的這個工作室 就是 把冷氣把這個風扇 電風扇放在這裡嘛 嗯 然後開電把它開得最強 這樣子呢 這裡上面打下來的這個冷風呢 就會把它 這個風扇呢 就會把它 打到我的房間裡面去 這個呢 我們也試過了 真的很有效 嗯 對很冷 就是 不會感覺到熱 對 我們現在住 這個地方呢 晚上也是挺熱的 其實 所以呢 其實沒有這個電風扇的話呢 我們真的很難在這個 工作室編輯影片 真的很累 就是會 熱死了 不過有了這個風扇 把我們的這個冷氣空調 送過去之後呢 真的就OK 還蠻OK的 嗯 那 空調呢 我們可以把它調成 25度 因為Ryu之前都是開到最低嘛 就開到10 20度還是19度之類的 可以開到25度以上 然後呢 再利用這個 再利用這個風扇呢 就是 讓這個 房間變得更冷 風扇加25度的空調的話呢 也不會等於 這個 18度空調的電費 對 這也是一個 省錢的小知識這樣 最後一個 冰涼床墊 好 那最後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 冰涼床墊呢 就是它 呃 這一個呢 是叫 Sorti Kura Sorti是什麼呢 就是 好像中文叫 冰岩床墊 對嗎 冰岩 對它裡面呢是放這個鹽喔 是他們家獨自研發的一種 就是放鹽 那為什麼放鹽呢 我就上網看了一下 好像是因為 欸它放這個冰岩的話呢 它就會 欸 就是 我先打開給大家看 我先打開給大家看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用過這個冰冷床墊 欸 就在馬來西亞的話呢 我覺得是沒有 所以 這馬來西亞人真的超厲害的 天氣這麼熱呢 他們居然沒有做任何的這個消暑對策 就是多喝水的人 嗯 就是 像我們人就是體溫很高嘛 夏天 然後你躺下去呢 欸它就會把你的這個冰岩呢 就會吸熱 吸熱 它就把你的熱吸進去 然後呢 欸讓這個冰岩在裡面融化 融化掉 然後就會讓你感覺到 欸 很冷 就摸起來冷冷的 然後呢躺著呢 我就覺得 哇 超冷的我跟妳講 躺著 呃大概 五秒之後 嗯 就感覺到 冷冷的 對 超冷的 嗯 哇 超喘 妳不要這樣睡覺喔 媽媽有影片還沒有拍用嗎 快點起來 我們要拍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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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拍結尾啦 我真的覺得這是一大發明 就是它不用電 就是你只要買它一次 你就可以一直用下去 然後呢是真的 真的真的 很冷 晚上呢 就是有這個 跟有這個 電風扇呢 你就根本不需要冷氣 可以省多少錢啊 嗯 真的 Yuma很棒 嗯 最後編輯影片的時候呢 如果覺得很熱嘛 因為我們這個房間是沒有空調 覺得很熱呢 其實這樣也是可以的 對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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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冰一隻的 完成咯 超涼快的 而且是跟妳的褲子一樣 而且我買了這款顏色跟我的褲子一樣 天哪 難道妳的褲子也是 也是冰冷嗎 不是 殘念 我的褲子就是一般的褲子 很熱的 好以上呢 就是我們家的 對付炎熱夏天的消暑對策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欸真的 就是 其實說是消暑 但是呢 其實消暑你只要多喝水 我覺得還是可以的 只是說呢 有的這些道具呢 就是妳在外面工作啊 上學啊 不然就在家裡睡覺啊 像我們在家裡Youtube工作啊 什麼就覺得很熱 就很不舒服嘛 就很難集中 就會需要一些道具呢 幫助我們說 欸 度過這個炎熱的夏天 所以呢今天介紹的這些 如果是真的有錢的話 那就房間裝完這個空調就好啦 為什麼還要這麼多東西 對 可是呢我們就想一邊省錢 可是 你要省錢 可是又要過得舒服的話呢 你就要去找一些這一類的東西 去幫助我們 那 大家 夏天就這樣啦 那我們Youtube呢 今後也會拍很多有關夏天的影片喔 我們還要去看螢火蟲 還要去海邊 很多地方我們要去 就對了夏天有什麼 呃 這個看煙花 煙火大會啊之類的 夏天真的是 雖然很熱啦 不過呢是一個很開心的季節 對 抓蟲 抓蟲 對很多就是夏天 就是外面有很多節目 讓我們去參加 真的就是期待中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們跟大家說再見 夏天快樂 夏天快樂 什麼夏天快樂 聖誕快樂 哈哈 你訂閱了嗎 還沒有的話 拜託訂閱我們RyuTV 按這裡按這裡 每天晚上七點看影片 還有 這兩邊是我們的最近影片喔 YumaTV和Ryu的遊戲頻道 要拜託大家訂閱 それではみなさま доね